觀夜市一直是台灣的生活中重要的夜生活的文化 夜市不僅提供各式各樣的吃的東西 配合許多五花八門的小遊戲可調進一天幾公的課程壓力 在夜市中的顧客可以直接看見第一集製作的過程 然後它倒處在紅色湯汁中的動作的氣味 以及德國處角尋掛在烤樓上面採動間不斷的調動人們視覺與嗅覺的食慾 本次研究即是源自於一次觀夜市的經驗 我們無意中發現其他的餐位都是用白色的燈光照明的能量 所以吸引人們的注意 而外西瓜的餐位卻是用紅色的燈光照明 底層一定紅色的閃 如此奇怪的現象吸引我們的注意 靠近一看西瓜的紅色食用的部分顏色鮮紅 感覺西瓜的熟透鮮甜的感覺 買回家時發現西瓜的使用部分 沒有像當初在夜市時一樣的鮮紅 仔細一看 人花先被騙了 在我們追求食物外觀漂亮的同時 業者也將食物裹上美麗的糖衣 使用紅色燈光照西瓜來滿足我們的想像 這次的經驗引起我們都其實想很久 紅色光除了上述的應用 我們意想不到的功用嗎 接近傍晚 我們看到的太陽是偏紅的 而不是平常看到的白光 換句話說 紅光是容易讓人看見的光 因為紅光較容易到過水不克力 其穿透能力比較強 因此紅色光也被廣泛的應用來表示危險的訊號 此外 在工業革命後 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大增 造成全球氣候變遷 全球氣候變遷 對人類的存存環境產生多大的影響呢 因化石燃料並非用之不竭 而使得化石燃料價格復漲 能源議題受到世界各國高度重視 解決方法除了積極的尋找能替代能源以及可再生能源外 節省能源是否也是另一個重要選項呢 目前市面上的照明裝置 以白智燈泡及日光燈為主 白智燈易碎且高耗電 日光燈會有恐污染的問題 新世紀的照明設備希望能朝向輕薄等小高效率的方向進行 在交通耗製的應用上 LED是新興的光源技術 節省電能叫白智燈較少80% 發光顏色可透過調整材料的能隙來改變 但是目前主要是利用螢光粉來混合白光LED 色彩顯得不是很自然 如果能利用耐指點來讓色彩更加自然 能源的接受度更高 色光三元色分別為 紅色、綠色、藍色 白光是由紅色光、綠色光、藍色光所組成 如果我們製造出的紅色光 約接近紅光標準波長 620奈米 將來與綠色光、藍色光混合成白光的機會也越大 目前場使用的量子點發光材料為 錫化格量子點 只要控制量子點的大小來調整能隙 抵達到我們所需要的發光波長 就能產生不同顏色的光 等實驗及利用 已只以金額生成及晶體成長兩過程製造 錫化格量子點 藉由控制反應時間的長短 造成量子點的力進改變 進而改變量子點的發光性質 對於反應過程的變化 我們產生了一些疑問 反應物的濃度越高 是否產生細化格量子點的力進越大 而造成發光波長越接近紅光呢 如果答案是4 是能一種反應物成分的影響比較大嗎 這種反應 這種成分又是如何生成光光的呢 改變加熱的能量 是否會造成不同的影響呢 為了解決這些疑問 我們收集了各種資料 但結果卻不能解答我們的影響 於是我們開始著手相關研究 希望能解決這個明明